Hello 我還是黑子 今天呢並不是一個實物相關的視頻 而是我來到韓國半年後 在生活中發現 中國和韓國之間 一個小小的差異 比如我們平常用手勢來比做數字 就拿我來說 三這個數字吧 平常我喜歡這樣比 比做三 然後還有其他人喜歡這樣 但是來韓國之後呢 我發現大多數的韓國人都喜歡這樣 而且這個在我們國內的話 很少應該有人這樣用吧 我是幾乎沒有怎麼見到的 記得有一次出去吃吃飯 然後一個老奶奶給我們結帳的時候 我們問多少錢 他這樣給我們筆劃了一下 然後嚇我們一跳 因為我們以為這個代表著一萬五韓幣 就是和人民幣大概是九十塊左右 嚇一跳 感覺怎麼這麼貴 後來我們拿出錢之後 他說不是這樣 這樣代表著六 六千塊 所以當時還是挺尷尬的 像我們國家 用一個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六七 這是七吧 七和八我感覺 七和八有點分不清 這是八 然後這是九 然後這是十 很有力量 像韓國呢 應該是 這樣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這樣 這樣你看我的手我覺得還是 比較靈活的 比如 這樣 或者這樣 這樣 都可以 然後還可以這樣 然後還可以這樣 左手相比 右手的話會更靈活一些 以後呢 我也會繼續發佈一些 我來韓國之後 感覺不一樣的差異 就這樣 我要寫作業了 拜拜